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家长和同学来到我们浸会大学的大学联招资讯日 我是香港浸会大学的教务长,程淑丽 我们大学每年都会为同学举办大学联招的资讯日 今年我们的安排会有两节 今晚是第一节,就是一个实体的情况 下星期五,我们的下午有另一个网上的咨询 相信这些资料在网上,同学都应该看到 如果未报名,也可以再尽快报名 今天这个环节,最主要是明白同学 考完试后,就有一个更新课程选择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了解浸会大学的课程和特色 或者是面试上的安排 所以我们今晚就安排了这个环节 今晚的流程也有几个部分 首先在这个会堂里面,我们有讲座 我们请了每一个学院的老师 帮大家去讲解关于课程和学院的特色 还有关于面试和课程排列的问题 完成了这边的部分之后,我们也会有学院的摊位 到时大家也可以更加深入了解个别的课程 我会很快为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讲者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顺序地讲过来 有文学院的副教授,齐永智博士 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理课程总监 文国梁先生 中医药学院副教授,余坚文博士 全理学院高级讲师,梁雪茵博士 创意艺术学院高级讲师,陈毅文先生 理学院高级讲师,李秀玲博士 社会科学院副教授,李健峰博士 以及科学科本科课程部的总监,何永智博士 我现在有请文学院的代表,首先开始 谢谢 首先很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文学院 其实文学院里面有五个学系 分别是中文系、英文系、人文学系、中哲系和翻译系 其实不是全名,全名比较长,大家用意记一点 如果大家对文学院有兴趣,很简单 我们独立课程修生是JS2025 宗教哲学及伦理文学试 如果同学想参加Broad-based的就是JS2020文学试 报了之后就有五个选择 分别是读中国语言文学、创意专业写作 英国语言文学、人文学和翻译学等等 为大家逐一简介一下 中文系通常是同学们最喜欢报的 是我们《直手可义》的一个方目 主要的修读范围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中国文学 一个是中国语言 然后是中国文化 中国文学读什么呢 就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创意写作等等 语言读什么呢 就是语言学、现代中文等等 文化方面会涵盖了遇到佛三方面的 然后还有分五组 A、B、C、D、E五组 五组的时候 除了读你的Core 就是五组里的选修科 A组是文学、B组是语言 C组是古典、D组是现代 E组是专业研究等等 到英国语言文学在内读什么呢 我们会着重英语文学方面的研究 还有语言方面的研究 同学们会说我未读过文学 我很害怕 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担心 来到我们会给一些很基本的训练科程的同学们 以确保大家对文学和议员方面的研究 是有确保足够的训练的 我们除了读Core之外 同学们通常都会读一个八科的 做一个专修 Concentration比minor更加厉害 minor是五科的 Concentration是八科 我们分两个专修的 就是两个Concentration 一个是Literary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另一个Concentration是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读什么呢 可能是英语文学、世界文学、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 偵探小说、电影与文学 如果喜欢读读语言方面的读什么呢 语法学、音韵学、语言与广告、语言与教育等等 英语特别标榜是小班教学 然后很多同学们也特别喜欢去争承自己的见闻 去到人民学系 人民学系也是同学们很喜欢报读的学科 另一个是专业及创作、创意及专业写作 他们分别有11个主修课程 去到选修课程的分三大范畴 理论与文化、媒体研究、艺术与创意 他们分为group A group A 是 Media Studies and Creative Practice group B 是 Cultures and Changing Environment 创意及专业写作 他们读读什么呢 他们有13个主修课程 其他有选修课程分四个单元 有中文组和英文组 中文组和英文组都要有再细分 一个是creative module 一个是professional module creative module 主要是看creative writing Professional module 会训练同学们如何写新闻 普通的新闻、广告、商业新闻 或是教同学们写歌词、剧本、影评、食评等等 去到翻译学系、翻译、全译及跨文化研究系 同学们读什么呢 现在很流行是Google Translator AI Translation 这是他们最新的发展 他们有一个很世界级的学校 现在成立了 除了这些学校之外 他们也有训练同学们做笔译、口译、 文学翻译、电影翻译、小数族的研究、法律翻译、 译政府的文件和media translation 等等 他们有一个很历史悠久的 placement program 所以同学们要报读之后 极有机会去实习 实习的机构已经历史悠久了很多 partners CNN、Chanel、赛马会、红十字会、UNICEF等等 最后一个为大家介绍的就是宗教、哲学及伦理文学士 这个 program 是全香港首个学士课程融合 宗教、哲学及伦理三个不同的学术领域范畴 读什么呢 分四个 study areas 第一个是哲学研究 可能由帕拉徒一直到后现代 或者是后人民主义 第二个范畴是基督教的比较研究 除了读基督教之外 读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犹太教之类等等 另一个范畴是科学科、宗教研究 例如读宗教与心理学、宗教与动物、宗教与和平、战争等等 最后一个范畴是伦理与社会 读社会正义、环保等等 他们极有教学经验的团队 为同学说一下 除了Single Major之外 同学也入到文学院 有机会读Double Major 如果进来就会为大家详细介绍 我们的基本入学要求是332233 如果同学的DSE 在必修科和加两科选修科 四科必修、两科选修 DSE能达到30分以上 就是单次发放4万多为一年级学费的100% 如果同学的DSE成绩是29分 就是单次发放为一年级学费的50% 即是有2万多元 为大家简介也要是这么多 希望同学对文学院有兴趣 多谢大家 首先欢迎大家 我代表商学院和大家谈谈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比较简单 我们只有两个学士学位的课程可以选择 第一个是JS2110 就是工商管理学士会计学系专修 另一个是JS2120 就是工商管理学士 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在JS2120 工商管理学士里面 其实我们会有 总共有七个concentration 或者七个的专修可以给大家选择 里面包括了 经济及数据分析 Economics and Data Analytics Finance 金融 Marketing 市场学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人力资源管理 还有现在很受欢迎的Entrepreneurship 就是说創业与创新 也有另一个是策略零售与创新 Strategic Retail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总共有这么多的concentration 同学都会听过很多BBA program都是这样的 但问题是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到了Year 1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知道大家选不了了 所以第一年我们会给你每一科试一试 你会读了少许Finance 你会读一些关于Introductry的Marketing 起码学生同学会知道自己的兴趣 因为我们觉得兴趣很重要 如果你一开始选了一个你自己没有兴趣的学科 其实你都很难成功 你会担心的就是说 如果我很有兴趣在Marketing 那我是否一定可以读Marketing 这是另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是没有Quota的 即是同学如果选了什么 你一定可以读到什么 因为我们是最尊重同学的意愿 这是我们觉得很重要 如果不然是没有意思 刚才文学院也说过 你们可以选择Double Major 我们也有Double Concentration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学 例如说我读金融、Finance 同一时间他又觉得 讻Economics and Data Analytics 经济及数据分析很有帮助 他们毕业的时候 可以选择适合适合的课 之后就安排到一个Double Concentration 这是我们第一个课程的特色 就是Double Concentration 刚才同学都提过 虽然我们有两个Ju Plus Code 其中一个是会计系 有些同学都会担心 如果我进来会计系之后 发现我比较有兴趣的 其实是Marketing 很不同 那还可不可以转的呢 其实进来你们还可以转的 一般来说Bee Bay Program 我们都会允许你们随便转 到Year 2 这个都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Bee Bay Program的特色 就是我们希望你们全人发展 我们不希望你坐在班房里 只听书、考试 你都做了这么多年了 你都够了 所以不如出去试一试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Graduation Requirement 就是我们要求你们有一个Experiential Learning 体验式学习 每一个同学在毕业之前 都一定要花最少120个小时 按其中一件事 其中一件事就是实习 我们有很多 我们每一个Concentration 每一个专收 都有一个有学分的Course 就是关于Internship 所以如果你是想做Finance的Internship 那你的工一定会在Finance的Industry 就不用怕去到书局執书 就怕做一些不离间的事情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关于Internship 每一个Concentration 都会有自己的Internship的Course 如果你不喜欢做Internship 又或者你想做另一个 比如说Exchange 比如你想去做海外交流 我们第二个选项就是 你可以做海外交流 我们也有很多海外Partners 超过200个海外Partners 而他们全部都是AACSB认证的 最少 所以你对质量应该很有保证 以往最多同学 就是去欧美国家做 同学都会担心 那钱是否一个考虑呢 其实我们除了大学 可能Sally也会看到 他们也会有资助大家去做Exchange之外 其实我们学校也有额外给资助同学 去做Exchange 包括生活费 所以大家不需要担心 因为我们觉得 你如果可以出去 去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对你将来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很希望鼓励到你们出去 第三个就是 现在很多同学说 其实我都不是打算交易 其实我都不是打算赚钱最重要的 其实我都想做一些贡献社会 所以我们第三个可以考虑 去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就是service learning 我当然也会有很多同学 其实他们都是在做实习 不过他们可能是一些NGO 又或者是一些非贸理机构 去做他的实习 这就是我们这三个可以 fulfill 其中一样 可以 fulfill our graduation requirement 这就是我们希望体验式的学习 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就是 都可以顺便说一说 刚才在说交易 我看大家有些反应 可能都想交易 如果想交易的话 其实我们的BBA program 还有几个 double degree program Double degree program的意思是什么呢 譬如说我们其中一个 就是和法国的Niroma Business School合作 情况就是你首先第一年 就会在 BU 读 然后两年就会去法国 然后再回到最后一年 在 BU 读 到你毕业的时候就有机会用两个学位 你就会有我们 HK BU 的 BBA 学位 同一时间都会有 Niroma Business School 的学位 我们叫 double degree 商学位的科程 当然了 那个名额也有限的 有 quota 的 所以大家到时进来才再说 怎样经过interview 怎样可以帮到你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特点 除了这个之外 刚才说到 graduation requirement 我也想再说多一件 我们未来对大家的期望或要求 就是说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家长也有可能清楚 你发现身边的小朋友很有想法 他有想法到一个点 就是他想做的事 和你想的事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你又觉得他做会计 但是他说他想做一个digital marketer 其实什么是digital marketer 你又不知道 然后他说那就是YouTuber 其实大家每一个理想都不同 在这个时候 我再举一个例子 譬如说在我们BBA Program 里面 在同一个 concentration 里面 刚刚那年毕业 就有三个毕业生 都是进入了EY 就是 before 那三个同学都是在做不同的事 一个是在做 audit 就是做正常account的audit 一个是在fintech fintech 听过 就是金融科技 另外一个就是在做 data analytics 你会发现要的skill set 都很不同 同一个program 怎么可以给你 当然我们课程里面有很多 elective 你可以选你喜欢的东西 但是我们接下来也有一个新的idea 就是我们希望 因为自主学习现在很重要 self learning 很重要 如果你问外面的公司 他会告诉你self learning 很重要 但是香港来说同学 你会发现其实很少的 这方面比起外国的同学 外国的同学可能我们认识他的时候 他已经告诉我上网上学了什么 但香港的同学就是告诉我 DSE 报了什么 就是这么多 所以来说我们希望鼓励大家 有多一点自主学习 以及可以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东西 也不需要有学分的压力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教一个 跟link in learning 合作的 就是一个graduation requirement 我们希望每个同学都可以在他毕业之前 at least spend 40 个小时在link in learning 自己选择想读什么 如果你想做 digital marketing 可能你会读拍片 可能你会读如何去做这件事 如果你想做 data analytics 可能你会读多一点关于 如何用 Tableau 如何用 Power BI 或者如何去写 Python 这些可能会帮到大家 大家将来找工的出路会有帮助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 其实对我们来说 就是你们的出路 或者加到多少 value 给你们 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BBA program的课程特色 主要就是这样 其他program的细节 我不详细讲 因为你们有手机 你们都可以去帮我们的搜索搜索 我说到这里为止 Thank you 谢谢 我是代表中药学院 我们也比较简单 我们有两个课程 一个就是中医的课程 一个是JS2410 另一个就是中药的课程 JS2420 因为10和20 所以很容易记得 中医比较简单 我就不会讲很多 detail 因为我想知道 大家同学 或者家长、老师 都知道 其实什么都在网上找到 在Google 或者在大学网页 都找到我们很多课程的 detail 不过我想讲 我们课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当然我们两个都是专业的课程 以中医来说 这是六年的课程 也就是读完六年之后 你除了中医学士的课程之外 你都会在理学 即是Bachel of Science 里面 有另外一个课程 所以拿了两个课程 另外一个当然是四年制的中药的学士 他这个焦点是在化学、药物上 当然一个就是医一个药 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 当然同学来到很多时候 当然想问究竟有什么要求 其实中医和中药的方向有点不一样 中医出来之后 经过很辛苦读完之后 原来你将来会成为一个中医师 你能够去帮到人的 你能够去医人的 中药是药物的开化 所以我们很焦点在化学那方面 所以以中医来说 我们很体重 就是两科生物和化学 而中药来说 我们很体重化学的 至于当然同学会外 除了想读之外 另外一个很关心将来的出路是怎样 其实我也不需要特别去说 因为大家刚刚有很多在座当中戴着口罩 我们刚刚才经历完COVID 被COVID煎熬了三年 其实中医对抗过来性病毒 COVID里面疗合非常有效 另外当然很明显 政府一开始都知道 亦都在进行中 将中医一步 就更加赖入香港的医疗体系里面 所以香港将来你成为一个中医师 我成为一个中药的前路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个当然大家都会知道 2025年会我们有第一间中医院 而这个中医院是政府交给我们浸会大学去营运的 将来我们同学有一部分实习 亦都会在中医院发展专科医疗 但很多人反而就不清楚 原来这个中医院 即将冉路中医院旁边有一个中药的检测中心 因为香港有很完善的法律和验证制度里面 政府是有着意在那里发展的 因为香港验出来的东西是有保证的 全世界都相信的 而这个中药检测的人才是需要一个中药有训练的人才 而在这么多院校来说 其实只有浸会大学是有中药的课程读 UGC funded 所以我们过往很多年都是帮政府培养中药的人才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我都需要补个大喜的讯息给大家 因为除了从去年开始 政府因为可能我们就不会做得多好 所以在中医和中药的emission quota 就在名额上加给我们 我们现在中医是由30加到40 即是我们每年中医会收40人 我一个人是本地的学生 另外一个就是中药会由15加到20 所以我们的名额是增加了 好 我想说这么多 大家好 我是传理学院的代表 我们传理学院基本上有三个不同的区域 其中两个包括新闻与数码媒体 以及公关广告注修 是两个不同的区域 另外一个独立招生的训练 就是叫做游戏计同动画 分别是JS2310和2370 只是2370我们才会有面询 在JS2310基本上是同学进入 第一年读完所有不同的新闻、广告、公关 或者是数码媒体的一些理论 在第一季后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的主寿 分别是新闻专收、数据与媒体传播专收、公关或广告 特别是数码专收和媒体传播专收 是我们与数码科学合作的 这是关于数码科目的数码科目 新闻专收里面有三个不同的重点 分别是中国、国附论、国附论和播放 传播学系有公关和广告 内容我也不在这里说 因为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有关课程的资料 在这里我纯粹是主要提出课程有什么特点 其实传理学院一直都出名 是提供学生很多实习的机会 除了一些理论的课程之外 基本上譬如GDA 即是Game Design and Animation Year 4 他们也有一个毕业作品展览 学生在四年里设计的一些作品 也会有一个展览 而在新闻或全部学系里 我们也提供学生很多实习的机会 即是设计的机会 其实新闻系是必修的 即是说学生必定要去不同的媒体 或者新媒体进行一些实习 包括六个星期的实习 其实我们学校会安排的 另外在公关和广告方面 我们会选择大家的 学生可以自己出面 找一些关于市场学 公关或者广告的一些联合 另外我们也有相关的伙伴 提供给学生进行一个实习 包括在不同的公关广告公司 或者NGO里面 他们也可以实践一些公关广告 或是一些交流的理論 如果你問我,很多僱主覺得我們的學生好 他們會保持學生做長工 畢業後,他們也會打電話來問我們的有關老師 邀請相關同學去那間公司 我們也有兩間大學的課程 我們有兩間不同的大學 分別是University of Missouri 就是美國的密斯均大學 以及在澳洲的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就是昆斯蘭大學 在這兩間大學的兩間大學 學生必須在香港一年級時作出申請 我們經過面試的時候 學生在香港每大學大概讀一年至一年半的時間 然後去對方的學校讀一年半的時間 或者至兩年的時間 回來年四 再完成最後一年 就可以獲得兩邊大學的學位 我們School of Communication 也會提供資助的資助 學生只需要交回你們在香港 如果是地方學生在香港的學費就可以了 當然你們的生活費是要自負的 但其實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同學可以在對方的一個國家裡 學習一些治理的能力 建立一些治理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為我們也跟學生談過 有很多不同的問題要自己處理 他們會長大很多 而且視野的環境都會延伸 我覺得這是大家可以考慮的機會 另外我們在不同的課程 不同的先生、不同的科目 都會跟一些真的客戶合作 過往我們跟Google、YouTube 甚至乎一些NGO 都會有一些合作機會 就是叫學生幫客戶設計廣告 可能是被一個危機處理的方案 很多時候學生都可以在實習的機會裡 學習到不同的應對方案 在這裡其實不會 I mean 全理學院 其實是有不同類型的機會給大家 最後其實就是 全理學院五花八門 可以經常帶學生到處理程式 在COVID之前 其實我們不停都會有不同的 我們有學生的學生 去過的地方可能是帶學生去看台灣大選 去荷蘭參觀一間廣告公司 可能去日本有三間公關公司 其實我們大家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機會 給學生、資助學生去看不同地方 公關廣告或者新聞 甚至乎現在我們有Game Animation 這個新的計劃 所以其實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全理學院的機會是很難得的 這裡可以說 好 我代表創意藝術學院 介紹一下我們的課程 我們其實是一個很新的學校 因為是去年七月份才成立的 因為大學希望把藝術相關的課程 集中在一起 令到學科之間有更多的合作 同學之間在不同的藝術類型 可以有更多的浸淫 所以就有了這個創意藝術學院 我們下面有三個學院 從中文來說 學院、學院可能分不清楚 創意藝術學院是叫School 下屬的三個學院都叫Academy 其中包括電影學院 音樂學院 以及視覺藝術院 其實我們的課程都多 加在一起 就有七個課程 供大家選擇 其中電影學院 有兩個 一個是電影電視文學士 一個是環球螢幕演技藝術學士 接著音樂學院有音樂文學士 以及創意產業音樂學士 視覺藝術院有視覺藝術文學士 接著我們還有兩個跨學科課程 其中一個是工商管理文學士 全球娛樂 另外一個是藝術及科技文理學士 大家都聽到選擇很多 而且也有一些共同點 就是很注重跨學科的研究 也很注重結合新的科技 課程的特色 其實剛才大家聽到很多學院 都有提到關於交流 或者職業的機會 其實這也是浸會大學鼓勵各個學院 真的不要局限於香港 讓同學走出去 去見識世界 其實每一年 我們真的有很多同學 可以去世界各地 不同的大學去交流 也有很多不同的實習的機會 這些都是大家將來會有的很多不同的學習 和練習的機會 至於就業的前景 譬如電影電視 其實不一定真的去拍電影拍電視 雖然我們的確有不少校友 在這兩個行業 拿到很大的成績 其實現在看回 包括廣告 其實廣告是一個非常多工作機會的 再加上你看回 現在所有公司 基本上都有網頁 都有需要做企業宣傳片 這些方面都其實有我們的校友在裏面 當然還有很多 包括一些應用程序的開發 甚至是新聞、動畫等等 很多 其實因為電影電視是一個 都很綜合性的一個學科 好 接著這個環球螢幕表演 當然很明顯是一個 關於表演和培訓 表演研究的課程 其實裏面也有包括和技術的結合 以及整個辦學的思路 希望可以面向世界 接下來的音樂文學士 就是培養學生成為全面發展的音樂家 希望他們可以投身音樂 或者音樂相關的領域 接下來創意產業音樂學士 我們是有業界非常有經驗的老師 教導同學可以真的可以 譬如為電影作曲 去創作流行曲 流行音樂 或者是為現在大家這麼喜歡玩遊戲 遊戲其實都需要音樂的 跟著就是視覺藝術文學士 其實我們大部分畢業生 都可以找到全職的工作 他們參加這個創意產業 除了成為一個藝術家設計師之外 其實他們還可以做老師 或者是投身於策劃、策展、畫廊的管理等等 包括廣告、攝影等等 其實都有很多的出路 至於我們剛才說到有兩個跨學科 一個是工商管理文學士 Global Entertainment 學生可以投身於娛樂、藝術、文化、創意產業 去從事一些行政 或者市場營銷、發行、項目 或者活動統籌工作等等 其實工作的範圍都很多 包括一些娛樂事業機構、文化場地、博物館、展覽、表演場地、文化或者政府機構 然後就是藝術及科學文理 畢業生希望可以把創新科技 融入電影、音樂、表演藝術等等的範疇 將他們所學應用在博物館、畫廊、會議展覽 或者是獎勵、旅遊、熱務設計等等 一些沉浸式的體驗 當然我們在這裡結束之後 大家可以去到不同的課程裡 詳細詢問 還有一個我想特別提到 就是一個新校園 蔡馬會創意校園 預計在2024年會落成 它裡面包括有學生的住宿、教學設施 以及共創空間 就是一個很多功能的校園 最後就是我們SCA 即是我們創意藝術學院的簡稱 School of Creative Arts 絕大部分的課程 都是需要教資料和面試的 但是因為不同的方向的要求會有所不同 到時大家可以具體去到不同的課程裡 問清楚的 好,謝謝大家 各位好,我是理學院的代表 其實我們理學院有五個課程 有數字、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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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科技科 我們五個部門有九個課程 因為很多 我想大家手上的LIFLA 都有九個課程的資料 所以我不會逐個不論 我可以介紹一下 不過我會提出一些特點 當中有些跟剛才的同事說過 其他學校或學生 有些安排都是類似的 比如我們會跟外國的學校有些聯繫 例如這個科技或班加拿大學 同学有两年在证会大学读,有两年在证会大学读 然后有两年在证会大学读,就得到两个课 而在这个课程中,部门有些考虑 知道同学对于经济上是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课程中,同学能够达到某些要求 其实他们都可以拿到资料来支持他们读这个双课程中 另外,除了与其他大学的联系之外 我们不同的部门都与industry和professional bodies 有一些交流,以及如何复达到他们的要求 让我们同学出去之后,就更加有应受性 例如,举例,Competal Science Department 与香港工程师学会有一些联系 Competal Science Program 是由香港工程师学会认证的 同学会自动成为香港工程师学会的学生 去享受那些学生的利益 这些都是入读我们science program里面 同学可以有的选择 当然其他部门,其他program under science faculty 里面 都有不同的安排 除了读书之外,我想不同的school faculty 都有一些机会给同学去explore一下 譬如我们faculty 也有internship 不同的department和program 我们都会安排同学去做一些internship 去政府,去一些大机构,银行那里做一些internship 除了实习之外,exchange 同学都会喜欢 exchange方面,我们不同的department和program 都会跟外国的一些学校有一些联系 去找一些exchange的机会给同学 特别是,比如你读某一个program 就可以去某一个外国的大学 譬如Mcgill那里做一些exchange 除了internship,exchange之外 我亦都有些summer research的机会 因为同学可能想过 到这样一刻,不知道会不会再读上去 读完大学之后 那对于research,他们开始会有些移民 那我们就会有些research的机会给同学 那在summer的时候,就跟我们的同事做summer research 那刚刚说的呢 其实就是关于我们一个program Bachelor of Science,JS2510 那那个入学要求就是332233 那我们就没有interview 那除了JS2510之外 其实我们science faculty也和business school 是一个合作是扮了另外一个program 就是JS2910 JS2910就是business computing and data analytics 那同学就会读computer science 和business school一起提供出来的一些课程 那令到他们可以有足够的technical skills 是做一些更加精准的数据分析 帮公司 那这个大致上一个简介 就是我们和Factual of Science有关的program JS2510和JS2910 那麻烦你 大家好,我是社会科学院的代表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社会科学院 那我们包括七个学系的 有教育学系 地理系 政治 及国际关系 学系 历史系 社会工作系 社会学系 和体育 运动 及看络学系 那相应地 那我们都 我们有四个课程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课程 那其中一个就是JS2610 就是我们的联合修身的课程 那在这个科学庭里面 包括六个major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 包括我们的欧洲研究 那欧洲研究 底下亦都分为法文 和德文 那这个科学庭 就主要研究回 欧洲的社会 经济 文化等等 那它亦都包括 德文 和法文的一些训练 和一个海外的学习 交流的一个机会 那第二个就是地理 那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 那地理呢 也都会学习 人民地理 自然地理 和一些比较新的地理空间 的分析方法 和技术 那第三个就是 全球及中国研究 研究回全球 和中国的一些议题 那亦都包括 一些暑期的交流 比如去清华大学 或者其他海外的大学的交流 那第四个就是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的 那研究回政治 政策 等国际关系 和相关的理论 那也都有历史学 和社会学的 那如果同学 同学对刚才介绍的六个 major有兴趣 欢迎通过JS2610 来报读 那另外一个课程 就是JS2620 就是体育及 看学管理 课程的 那这个课程 那当然 如果同学对 体育 特别有兴趣 欢迎参加 那如果同学对 看学管理 亦都有兴趣 那也可以考虑这个课程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都比较热门的 JS2660 就是社会工作 学士学位 那这个是 毕业之后 从事社工的工作的 那第四个呢 是一个 跨学科学课程 JS2940 是叫做 创新医疗 及社会科学 社会健康 课程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跨学科 联合社会科学院 和科学院 那因为 可能大家 过往对健康 那可能个人的健康 那就是病了 或者看医生 那其实 那但是社会 其实一个健康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那所以 这个科学科的课程 就是联合 不同的角度 来进行研究 和训练我们的学生 那我们课程的特色 那和其他 刚才我们同事介绍的特色 都类似的 包括我们都很强调 实地考察 和海外交流 体验式学习等等 那我们也有 就是着重同学的 通过自己的案例研究 来学习 那所以 其实我们都会 有一些资助 就是 比如同学 读一下 读书的期间 发觉他想研究一些课题 去海外研究一些课题 那其实都可以申请 我们那些资助 帮助同学 他进行研究 那我们 我都明白 就是 很多同学想做实习的 或者是海外交流的 那所以我们 也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安排 就是同学可以 比如 某一个学期 他选少一些科目 或者是 就是他 完全不选择 course 那就可以 很专心地做他的实习 或者是海外交流的 OK 那我想 那今天的介绍 就说到这里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关学科本科科 证报 我叫何荣欣 那首先呢 好再一次多谢大家 出席今天这个咨询会 刚才我在办公室 走过来的时候 我都很高兴 见到很多同学 拿着手机 打卡拍照 那很开心 你们期待 在9月的时候 进来浸会大学 那当时我看着大家 去拍照的时候 我就想 其实我们的手机 有时都为了我们 其实都有一些限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每次拍照的时候 手机的萤幕 有时很小 我都拍不到太多的东西 影响了我们的构图思维 那我就想了 其实我们的手机 如果不会再有 这个萤幕的框框 我们看的东西 会不会阔一些 或者我们的视野 会不会再宏观一些 这个正正是 我们浸会大学去年 推出科学科 课程的主要原因 亦是全球教育 一个大的趋势 因为我们希望同学 可以尝试突破 就是我们手机的框框 我们自己心里 一个传统 学科的框框 让我们为 未来做好更多的准备 在我未再深入讲 跨学科之前 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 其实有没有听过 我们的跨学科课程 如果听过 可不可以举手 嗯 正正给了一个好好的机会 我在这里为大家推介一下 刚才同事也很好 这个学科课程 已经分别说了 有三个不同的课程 例如 有创演艺术学院 说了一个全球娱乐 就是去融合一个商业的知识 以及去想想 如果你平时对音乐 或者看电影 或者艺术 有一些兴趣 又想结合商业的元素 这个课程就很适合你了 又或者 如果你有没有想过 你去科技的角度 去想想一些艺术的创作 去创造一些 我们现在经常说的 一些浸浸式的一些体验 这个也是一个 艺术及科技文理学士 亦是很适合你的 刚才 尼博士也说了 现在有很多社会的一些问题 或者人口老化 例如 也很需要同学 去尝试想想 去融合科技 和医疗的创生 刚才 李博士也提及到 这个课程 当然 有另外一个 我也想特别在这里 推介给各位 就是一个叫做 文理及科技 学士 自定主修的课程 JS2950 为什么我想特别去提 因为你听到 自定主修 你会想想 如何去自定 其实这个课程 是非常特别 亦是一个非常创新的课程 因为它突破了传统 自定主修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选择 那是否什么选择都可以 又不是的 因为我们会为同学 去配对一个教授 和一个校外的专业人士 为同学作出一对一的指导 我想给大家一个例子 今年我们EA1的同学 有一个同学 对人口老化 非常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亦都留意到有很多的亲属 陪老人家去看医生的时候 其实除了老人家自己 或者病人 需要一些心理的照顾之外 可能其实病人的家属 都是同样需要照顾的 那这个同学 就特别地觉得 在这一方面 可以尝试一下 去想一下 如何去帮助他们 那我们大学 为了这个同学 配对了 Computer Science 一位AI很熟悉的教授 就是和这个同学一起去合作 去配对他四年读的科目 亦都在医管局找了医生 和他一起作为一个团队 去配合这四年 看看他运用科技 如何可以为他想到的议题 去提供一些方案 所以整个课程里面 你会见到 我们着重的是体验式的学习 当然我们很着重理论 但我们更加是希望去着重实践 所以你想一下 未来如果你九月的时候 去读这个课程 我们会有个教授 去看着你 按照着你个人的兴趣 你自己的专长 还有最特别的是 你将来的发展 你想解决的问题 就会作为为你 订阅一个属于你的 四年的一个课程 刚才我说的 四个科学科的课程 亦都是非常着重 同学在这些实习的 除了有一个 有学分的实习之外 我们都会带同学去本地 大湾区和海外去进行实习 我想买个关子 这个是网页不找不到的 今年E1入学的同学 九月入学 十月我会一起 带你们去澳门 我们一个短期的 简单去澳门 然后去到十一月 有十五个澳洲的同学 就会来到和你们 做一些学术交流 去到明年四月 我们就会带同学去大湾区 同一时间我们都照顾 现在升年二的同学 我们就会安排同学去台湾 做交流 以及去深圳 其实刚刚现在 在做一个全球的 艺术科技展 你想想 由Year One Year Two 去到三四年的时候 你会见到一个 很多枝多彩 整个是一个探索式的体验 我们希望同学去创立 你自己一个Discovery Channel 变成了这个体验 就不单止为你可以拍到更多的相片 但是突破了一个框框 希望你会走更多的路 也更加希望 确保你的视野 为你的未来做好准备 希望如果同学有兴趣 了解更多的话 待会可以在个别的咨询的时间 可以为大家再介绍一下 多谢各位 谢谢各位 其实也讲得很仔细 虽然时间不太多 或者我都请每一位 就用一分钟的时间 帮我们讲一下面试 有什么提示 好吗 请文学院代表 文学院的最好的消息 就是我们没有面试 一分钟是否讲完呢 跟我简介一下 如果真的想在排位 因为很多时候 在新智民学院 很多人跟你争 如果你想突出自己的话 其实Band choice很重要 尽量排你心意的学科 就排Band A 另一方面 我们也会看同学的OEA score 就是他们的校外活动 如果同学是和学术有关 或者文化、艺术、音乐 或者是和community service 或者是和Leadership training 有关 是有你的证明文件 证明了你做得很好 又或者是国际赛 地区赛 本地赛 取得好的成绩 这个冠筋 当然会更加加分 这些都是帮助同学生 从突围而出 成功进入文学院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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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数字上不是很大分别 但在数字上可能影响很大 所以我鼓励如果大家放在Band A 都会来interview interview 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第一就是 我们今年都会和去年一样 我们在之前是会传一个email 给你们 里面可能会有一个短片 那短片 其实就是我们认为 为什么去年会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你们很多时候 COVID 没有了过程度 可能没有了很多训练 这些同学们会很紧张的 其实完全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一个题目他不懂的话 他完全表现不了平时的效果 所以我们去年就尝试给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知道一些 准备一下 同时我们认为每一个点 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那里面有一些新的概念 给你们 新的商业知识给你们 你们听完之后 那来到不是背了 基于那个概念 我们的discussion topic 就是那样东西 所以大家就会有多些准备 去年同学的feedback 挺好的 所以今年都会照做 所以如果要准备的话 我们发电邮给你们 当时记住看一看这条片 这个就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要准备的 就是formal dressing 我其实个人不太介意 但是我的同事也很介意 所以如果你怕碰到一个同事很介意 大家就最好有formal dressing 起码都是smart class 不要说短褲和拖鞋 因为以往真的会有 千万不要 第三件事我都不用提 不过都尽管提一提 今年来interview 记住戴你的手机 你都不会不戴的 总之就要戴上去 有电 这个也是有帮助的 就是这样 OK 麻烦 中医学院我们也有interview 第一个interview 第一个interview 已经定了是6月20日 我们怎样选择同学来的interview 就是根据你们学校的成绩 因为你学校的校长 每个人都根据你老师的分数 就有个总的成绩 我们就来做参证 基本上都是以band很重要 多数都是我们会选band A 至于interview 里面 会是怎样呢 我们会是小组的形式 每一次大概八至十个同学 大概是四十五分钟至一个钟头 当然我们问的问题 就不会一定是问中医药的 反而是对同学有没有心 对这个有没有兴趣 不过如果你对中国文化很有兴趣 其实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我刚才说的 有一个衣着 我们其实都希望是smart castle 我们又不是很鼓励着校服 因为我们不想有标签效应 但是我们就不想穿短褲 穿短褲 因为假设你想读中医的话 你将来是个中医师 如果你看到你特时看中医的时候 对面的中医师 牛几粒鸡 你都没什么信心 所有时候的形象都是重要的 所以也都某程度上 你smart castle 反映你对interview 的重视 所以衣着会比较端壮些 另外我们会用 基本上会用两种语言文 当然会加密第三种 就是英文和普通话 因为我们的 double degree 因为我们有西医基础医学的课程 我们会用英文教的 至于中医的科目 是用不到英文教 是用中文教的 所以我们会用普通话 interview 当然如果有些同学 就说 我第一次没有准备 不用担心 我们有第二次 interview 就是定了7月31日 就是你放榜之后 放榜之后 你觉得我真的很想读中医中药 你认为我们在 band A 我们就会选择你 可能会选择你 你做interview 第一个interview 和第二个interview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因为你只需要你 interview一次 当然同学 就很strategic 地问 如果我开初不选择 接着我放榜之后才选择 不过我比较选择 就是我们第一次选择 能够interview的学生 的人数是多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很有心 是对中医中药 因为你现在很清楚 香港的中医中药的前景 是非常明朗的 我觉得将来的出路 都非常好 如果你对将来的career 你会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有一个期盼 我想你想读中医中药 也能够帮到人 将它放在band A 不要去到最后 当然我们都会 如果成绩好 我们都会选择你的interview 不过我们interview的人数 就会很少 不过最后 我刚才没有强调一件事 就是中医中有特别的地方 其实就是特别是中医 就很实用的 大伙同学都有肩颈痛 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会教我 因为有同学说 读完中医的时候 他会是家里最受欢迎的人 因为他会 亦是亲戚当中的欢迎的人 我以前是做社监 我告诉你 最受欢迎的宿生 亦都是中医的学生 好 谢谢 我们传理学院 要求学生 把我们的专修放在band A 我们只有一个专修 就是Game Design和Animation 如果学生被受邀请 应该是7月29至31日 应该是7月29至31日 我们暂定在这段时间 但未知实质是哪一天 学生必须要带齐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200字以内的意向书 就是说回你们为什么想读 Game Design和Animation 另外就是带齐你们作品 我们想要表演两分钟 必须要利用电子媒体 就是可能是iPad 或者是MacBook 去表演你们的想法 最主要是 你任何东西都可以表演 有关的老师也跟我说过 其实最重要是你们的信息 因为其实你们来到 才会学习一些技巧 所以我们不是着重于你们 有没有这个技巧 其实我们是着重于你的故事 你的信息 另外可能是你的創意 这三方面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你问面试的比重 10%是面试 90%就是你们的DSE成绩 面试的形式就是小组的形式 我们只有一个专门 有关的老师提过 你们要着重的是什么 除了刚才说的創意 你的信息之外 就是多显示一些视线 有多少图就显示一些视线 就不要只是说 最重要的是刚才所说 你有一个故事 有一个信息 是想表达什么 技巧方面其实就是 不太重要 在这个舞台上 刚才说过 蔡英艺术学院 有绝大部分的课程 都需要看作品集 和需要面试 但因为我们的课程 很不同 所以很难一两句 概括所有课程的要求 我自己是来自电影学院 可能电影学院 可以多说两句 刚才同时也说过 有一个衣着的问题 一些最基本的礼仪 就是看到大家 是不是真的对这个课程 有诚意 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这个很重要 还有不要迟到 不要迟到 电影学院的面试 通常是五六个同学的 面试的比重 虽然不高 面试是占10% DSC90% 但是面试是可以直接reject你的 你的成绩可能很高 但是面试的老师 如果觉得你是不适合 读这个课程 那他可以直接reject你 所以这个很重要 比如举个例子 有些同学进来 其实举个夸张的例子 他在说很多东西 都不是关于电影的 不是我们觉得他入错了 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所以虽然比重不高 但是其实是非常重要 那么五六个同学 通常我们是英文面试 也预留一些时间 如果五六个同学来齐 每个人可以说话的时间不多 但是会有些情况 可能比如来了三个 或者两个 或者你来了一个 那我们就所有时间 就追着你问的了 好 细节我就不多说了 等着大家可以分开不同的课程的时候 我们再详细讲一下 好,多谢大家 理学院没有interview 不过如果你放Band A 那就一定有好处的 刚才我提过 其实我们修身为332233 即是4C加2X 提一提的是 当中其中一个reject 就是需要Category A 当中M1或者M2 其实都可以当是其中一个rejective 而另外就会不会有些科 是有waiting 那我们就没有的 即是说你甚至是读 Bachelor of Science 但是不一定 你是要读过Science的科目 才可以入到你 或者入你会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我们就欢迎不同的背景 同学去入读Bachelor of Science 所以你就算是读文科 商科 其实是没有特别的waiting 是的,谢谢 谢谢 社会科学院的课程 都是不用面试的 当然如果同学 通过校长推荐计划 就需要interview 但对于没有参加这个计划的同学 是不需要面试的 Band A当然重要 当然DSE成绩也很重要 最重要是特别是英文 我们比较穿着英文的 所以英文在考虑里面的waiting 是会高一点的 是的,就这么多 谢谢 谢谢 刚才提及过那四个科学科的课程 除了刚才你博士说 在社会科学院的創新医疗 不需要面试之外 另外那三个都是需要面试 以及去提交一个作品集 四个课程都要求同学 去达到基本的 即是浙古大学的入学要求 亦都会希望 要求同学买起Band A 那面试呢 有面试的那些就是 譬如 Global Entertainment 全球娱乐 就会是小组形式 英语的面试 那我们会要求同学 去提交作品集 但是因为呢 我们要留意了 我们读这个全球娱乐的科学程 就并不是需要同学 去懂得弹琴 或者音乐 或者拍戏的 我们是希望要求同学 对这方面有热成 但是呢 是希望注入商业的元素 在里面 所以你的作品集 就不需要去琴棋书画 就不需要这一方面的 但是我们希望在日常的生活里面 能够有一样东西 可以显示到你是有一个创意思维 OK 而这个Art Tech 是艺术和科技文理学士 也都会要求同学 去提交这个作品集 那课程的同事 也都会和大家说多一点点 因为这里 因为始终是一个艺术的创作 是对作品是有所要求的 那同学待会可以 再和同事的要求 就是了解一下 那刚才我说 自定主修这个课程 那相信有很多同学 都特别 会对这个课程有点兴趣 有时呢 我都会和一些 学生 家长 或者老师 所以常常问我 其实是什么的同学才适合呢 我都想在这里特别地强调 我们是希望同学 有一个独立的思维 有自己的想法 OK 因为没有想法 很难去完成这个课程 因为整个课程 是需要你和教授一起去建立 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定主修 所以希望同学 是有一个你的热成 有组织能力 对世界 或者社会身边的所有事情 是有些洞察力的 所以平时我们可能搭车的时候 就少点手机 我们尝试去观察一下 我们的周围 全世界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 可能每一刻都会令到你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都希望 你们准备来面试的时候 都想一下 有没有一些问题 你想去解决 当然了 作为刚刚入学的同学 我们不是期望同学 已经有科学科的知识 也不是想着大家有一个好宏观的问题 需要解决 但我希望你多点留意一下 身边发生的事情 本地的新闻 外国的新闻 一些时事 任何份 甚至科技 或者有些不是真的 在新闻里面看到的 也都不要只留意你 IG feed 给你过一些post 因为你都知道 我们看什么 通常IG就会 feed 什么给你的 那是尝试不看 IG feed 给我们那些 尝试去看看其他的东西 希望在这里 为大家想起个准备 也是那句 跳出自己的框框 多谢各位 再一次多谢各位港姐 我想听完他们的介绍之后 各位同学都应该很深刻地感受到 我们浸会大学的课程的特色 我们很着重体验的学习 我们亦强调跨文化 跨学科 我们希望可以扩阔所有学生的视野 我相信学生 可能对你们有些心疑的课程 都有些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 大家可以移步 去我们另外那边的学院的摊位 可以比较尊重去问 关于个别的课程 可能关于计分 或者过往的一些分数的参考等等的资料 欢迎大家现在过去隔壁的会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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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